金融科技近年急速发展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 自然成为金融科技业界主共的目标市场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是其中一家 在2014年 他们将配对初创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项目引入香港 希望以香港为基地 推动亚太区的金融科技发展 他们会有一些很好的科技 但其实他们从来是没跟金融机构合作过 我们Essentia就想提供一个平台给他们 去缩短整个渠道 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拉回两个一起 项目举办了两届 每次有参与的金融机构 为6至8家初创科技公司 提供为期12个星期的培训 完成了这个训练之后 他们会联系多人 甚至会搬来香港 有些职业可能是加拿大基因 我们是Canadian-based 最主要的市场是我们是新 hadden 我们是公司的区域 所以在新加 region是主要市场的市场 一年前我们做了 App center fintech 训练 我们是因此太巨结 随着内地推行一带一路发展策略 金融科技业界对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更加乐观 中国是第二个最大的经济体系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可以为一带一路沿路的国家 我们可能是东南亚、南亚、南亚印度或者是中东 这些国家提供一些Fintech的科技 和传统的金融机构促进他们的贸易金融 电子支付和结算交收系统全属于金融科技范畴 有评论认为金融和科技结合的趋势 将在亚太区衍生出更大的商机 The golden pot of the under the rainbow is all of thes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MEs around Southeast Asia who have been starved of credit for decades and are paying thirty-five, forty percent and these now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e serviced through financial techn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at rates which could come crashing down 那是新的 revolution in Asia